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会出现很多的巧合 而艾吉尔·瓦里在他那个文章里边证明这个定理的证明方法 就是被一个集团机科学家拿到了以后受到的启发 就是著名的匈牙利算法 就是从那个定理的证明当中受启发 而这个匈牙利算法是要求二部图子最大匹配 你看我们这一些匹配问题 网络流问题 图子连通问题 现在就传关联起来了 将来你们会发现 其实有许多参加计算机竞赛的 可能都遇到过 许多计算机竞赛的题目 都跟这一章里边的许多算法有关 那么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网络流问题 这个地方只能是简单介绍性质的 将来可能我问了一下 数据结构课里不一定展开讨论 但是在算法设计与分析这种课里 会展开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地方还是从数学上 从理论上 概念上 以及模型描述上 简单的说一说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挺好玩 那么在你们学算法之前 有课余时间的话 建议你们把这个扩展阅读一下 那么什么叫网络流模型呢 那一个网络流 你就想象了图上面的带啥啊 网络可以理解成是图吧 那个流理解成是啥啊 图上的全 所以呢 这就是一类特殊的网 叫做D等于VA小W 这个D就是一个叫 叫容量网络 这个它的应用呢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一个是直接的应用啊 当然它变种有很多 自来水管道 这个你们都接触吧 你那自来水管 是不是都一边储的 啊 是不是进去家里边的 好像是六分管 几家一个单元汇出来 那个管不能用一边系的吧 这就是这个 自来水 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 运输网 我们来看一下 高运输 比如说咱就是说 往咱们全国 卖咱这个五长大米 就开始运 走不同的路 是不是费用不一样啊 我们总共这一个月 卖出一百吨下 那个负责安排运输的人就说了 你们走哪条路 拉多少吨 你们都哪条路 是不是这有一个 运输的容量问题啊 哎 最后要要怎么呢 费用不能太高 是吧 所以这个网络流问题 实际上对应了一大类的 组合优化问题 这个运输 当然了在经济学上 还有许多别的应用 我们先看着这两个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图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来看了 大家在这个网里边 要设一个S 一个T 在这V当中的两个顶点 其中这个S呢 你也看到了 叫啥呀 就是圆点 这个T呢 就叫目的点 设定了这个以后的话呢 这个图我没写V1 这就表示啥呀 这个有向图 上面还带着拳 那么这时候当然了 你就会知道了 从S到T 这个自来说有个流向吧 就开始流 那么这个模型 是不是已经初步能看出来了 其中这个W 就是从A到R的一个映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任何一条边 X属于大A 那么这个WX呢 这不就是 就是个流吗 是吧 这个流的话呢 我们就称它是叫 弧的容量 这不X边就是个弧的吗 就叫弧的容量 这个数学模型已经清楚了吧 那么我们简单画一个 比如说这是 几个顶点 这就是一个五项图 是吧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顶点 然后这上面呢 你看我们在标上 这个东西啊 标上这个全了 是吧 标上这个全了 这个在标上有项啊 你看简单的画这么一个例子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被称为叫容量网络 这就是一个容量网 我想想 这是自来管能流的水量 是吧 当然咱可以有一个时间单位的话 这都是自来水的容量 那么这个网就叫容量网了 现在咱就假设 这个就是S 这个就是T 那我问你 从S到T的最大流量是多少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意义啊 从它到它的最大流量 那当然你脑子里马上就想象 这种最大流量受约于谁啊 所有这些通路上呢 受约于谁啊 受约于粗管的 受约于细管的 所以我们求的是最大容量 但实际上跟谁有关呀 跟最小的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名字 叫最小哥 哥是啥 是不是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什么叫哥 把S的T分离 就要去掉的最少顶点数 是吧 不就是哥吗 所以 这个地方我们接着 把这些术语简单的给一给 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络流问题 第一个 叫流量 刚才说了 这是容量 那你们说流量是啥啊 是不是就这里边实际的流大 我要知道那个最大流 肯定最大流在这流淌的过程当中 这里边要流 这里边要流多少啊 那个就是它的实际的流量 这就叫流量 第二个呢 叫网络流 你看这个问题当中的网络流这个词 我们在计算这个最大流的过程当中 它不是一下子算出来的 是吧 它有老多种可行的这个路径 那我就一次算的时候 我说达到最大的花样 这里边一开始要流多少 是吧 它顺着那条糖的话 它要流 顺着这条糖的话 它要流多少 是不是最终这个流是会 得加起来啊 那所有的这些都列在这 这边就形成一个流量的集合 这个流量的集合就叫网络流 所以这个网络流实际上是流的集合 当然了 它应该是每一条边上有一些流的集合 再有一个叫做可行流 再看看这个概念 什么叫可行流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从S往T去流这个水 那么从S流出的总量 到T流入的总量 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啊 那么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 但是这样才有意义 从这往这流嘛 所以我才能算最大流量 这是一个约数 第二个约数 你从这 它的容量就是4 你是不是不能流过5啊 就这两个约数下 那么这个流的话呢 就叫可行流 这是可行流这个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零流 这个是不是不用写了 不用解释了 那零流就是这上边 实际不能有流过的了 是吧 或者说容量减去实际的流量 剩下的那块 是吧 已经变成零了 当然你会说了 既然是管 它就一定可以流 怎么会出来零流呢 那是因为对这个网 求它最大流的过程当中 它是迭代变化的 是吧 在某一个状态下 你依赖有那个迭代的基础 可能它上面的流就是零了 这就叫零流 再有一类呢 叫做 尾流 这个尾流呢 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 实际上 它满足 刚才说的这个可行流 它要满足两个条件 是吧 才能叫可行流 一个呢 流量要大于等于这个容量 要小于等于这个容量 是吧 再一个 那两个容量核 那这个呢 前边的这个呢 被称为限制条件 后边的这个总量相等 这叫做平衡条件 是吧 那么所谓的这个尾流呢 就是满足限制条件 但是不满足平衡条件 这就叫尾流了 不满足平衡条件 就是从这里边流出的是十 到这儿汇入的时候 拔了 这种流就叫尾流 这是个概念啊 这叫概念 我们先记得 接下来这个叫最大流 看我们这个定理也好 这个算法 将来的算法也好 就出来了这个最大流问题了 什么叫最大流问题呢 可行流 上边的那个流量总和 就叫啥 就叫最大流 所以可行流的 当然这个流量 你可以理解的是 网络流的总和 就是这个流量之和 这就叫 这就叫 最大 将来你简单的计呢 就叫 最大可行流 可以吧 有一个可行流 最大可行流 就是这个 再来一个概念叫做 宝和弧 当然了 对应的就有不宝和弧 弧就是编 有项图里面就叫编 你们想什么叫饱和弧 这个上面标的这个流量 那个定理又冒出来了 一说到链想到啥了 不编续 编续集里边 链和反链吗 当时有个什么定理来着 叫第二窝斯定理 是吧 那个最长的反链 就能分解成 那么多个 链的病 是吧 那你想想 这个最大最小 那个也是最大最小 跟我们这里边的 有一些又有关联了 所谓链呢 要这么来理解 就是 它是一条路 比如说S到T的一条路 那么这条路呢 不考虑方向 明白这意思了吧 我们这是有项图吗 那不考虑方向 好理解吧 不考虑方向 这就叫链 接下来的这个概念呢 叫做增广路 这个后边呢 将来设计算法的时候 这个概念就有用了 这个增广路呢 首先是个链 满足下边 调价的链 刚才说了 既然这个链 从S到T 不考虑方向 那就一定 它当中有一些虎是前向的吧 有一些虎是不是有可能是后向的 所以这里边第一个 叫前向虎 这个链当中啊 前向虎 不饱和 这能看懂吗 我说这些 虽然引入这么多的概念 尽量都用一些直观来说这个事 前向虎 不饱和 是不是就看它 没饱和 没饱和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将来探讨那个容量 能不能那个最大流 能不能增加那个最大流的量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从这走啊 它要饱和了 是不是就不能往这走了 这个中广路就是前向虎不饱和 第二条呢 它里边有可能出现后向虎 后向虎不是零 所以这个后向虎呢 不是零 我们应该用那个 就是不是零流 这个增广路知道了吧 好了 我们把这样式一些概念都引出来之后 最后是想给你这样式的一个 还有这么多的概念 别着急啊 他们把这些概念都弄完 接下来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迭代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对着这一看 我们是不是简单的就可以找一条可行路啊 找到那个可行路 当然流量 你不管你设一个最小的就得了 是吧 当然了 刚才说了 一下子求不完 因为路很多呀 所以这个求的过程当中 这个中间结果也要有一些术语 叫做残留流量 这个 是不是我不用解释了 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看出来吧 什么叫残留流量啊 容量 减掉啥 减掉那个流 是吧 去减掉网络流 减掉那上面的那个实际流的总和 是吧 就是这个残留流量 而根据残留流量形成的这个图 就叫残留网 啊 它叫残留网络 所以呢 你可以简单的想象一下 求这个 网络最大流的时候 它是第一步在原始的这个容量图上 叫容量网络上 迭代一次以后 就要在这个残留网络上进行了 是吧 所以这个残留网络就是 湖上面标的是残留流量 这又是一个概念 啊 再有个概念就是歌的这个概念 歌的这个概念呢 前面那一章我们学过了 这我就更不解释它了 什么叫歌还记得吧 但这个歌跟桥 是不是最硬的啊 什么叫歌呢 就是要分离 让这个图不连通 需要去掉的最少顶点数 这就是这个歌 当然最少顶点数也有个数吧 歌的概念 那么歌的容量 是不是自然的也就不用解释了 记住这个词叫容量啊 容量是啥呀 啊 我们看看这个地方的歌 这个歌我们再加一个 加一个说明 叫歌边 这可以理解吧 啊 我们这个歌是去掉了那些边 那个集合 它就可以 它就不连通了 是吧 那既然是歌边的话 歌的容量是就很容易理解了 是吧 啊 那每一个边都有个容量 那歌 都是写编辑吗 编辑的容量之和 就叫歌的容量 啊 最小歌 既然歌有容量 歌有容量 那最小歌是不是就出来了 容量最小的那个歌 那个歌 是吧 英文唱 可以有多个 这个歌是吧 嗯 这就是最小歌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 把这两个 一个叫增广路定理 这个定理说什么呢 容量网络中可行 刚才有个叫可行流 可行流的这个流量达到最大 当切紧当 网络当中没有增广路 啊 就是这个叫容量网啊 就是原始的这个容量网 啊 一个可行流 F是最大流 F是最大流 当切紧当 不存在增广路径 叫增广 它叫增广路 它叫增广路径 紧接着 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最大流最小歌定理 最大流等于最小歌 或者也可以加上这个状语 容量网络中 最大流 那么这个定理呢 结合着 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闷歌定理 你简单的一想 它们是不是一回事 是不是啊 那个门口定理怎么说 分离ST的 最小的顶点数去掉了 是吧 那是不是就像它有这个歌一样了 是吧 等于它们之间那个路 那个不相交路的 最大的那个条数 是吧 这里边我们还可以再给出一个结论 说那个 前面那个叫独立鬼吧 咱们说独立鬼就是边不相交的那个吧 独立鬼的那个 最大独立鬼的最小值 这个能不能明白 任意两个顶点之间都有个最大独立鬼吧 所有的这些顶点对 是不是就出来一个独立鬼的最大独立鬼的最小值了 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最大独立鬼的最小值就是那个卡哇机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是为了引入这个网络流这个 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关联了 这一块我为什么要 这两年开始这么介绍这部分内容呢 就是希望对我们将来后边的学习有个启发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角度 但是你要 所谓的那种科学精神就要深究 还要抽象 还要找到它最一般的那个性质 好